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欢迎英文堂的吴吉星弟兄加入讲议会 成为2021年跟2022年的长老 请弟兄姐妹会她跟她的家人 她的太太是欧贝燕 还有两个儿女 女儿是Grace 那个孩子呢叫 我们为他们两个祷告 然后呢我们也谢谢那个 廖季强奖老 他在过去两年当中 在讲议会里面的辜色 特别是她在那个我们去年 教会重启的事上 她贡献很多 你们每一次来聚会都看见她跟太太 早期的时候她女儿也出动了 一家三口来服侍我们 谢谢她在过去两年当中的辜色 今年主题就是彼此同行 主题经文是罗马书15章第5节 那如果你收到那个程序单 都已经打印在上面了 要不然也可以到 可能我们的教会的网站还没有改 不过呢 往后吧 我会提醒弟兄姐 负责的弟兄来把这个更改 今天我们报告就是什么 新年一个新的开启 有没有什么新的报告 我们就专心来敬拜主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开启今天的崇拜 我们会引用诗篇147篇第7到11节 作为我们今天的圣教 世人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决天为地降雨 死草生长在山上 他是食物给走兽和提教的小乌鸦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悦敬为他 和盼望他喜爱的人 第二版的那个圣教 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走兽一样 走来走去跑来跑去 好像停不下来 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提教的小乌鸦 我们无能为力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大力 好像马一样的力大 有些时候我们太过分的殷勤吧 以及我们没有空给神 不过今晚提醒我们神喜爱的 是我们敬回他 还有呢我们凡事仰望他的喜爱 好 我们一同地走末道 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 祂上 中文字幕志愿 请一吾将礼我们唱三句诵 我们同心董告 随便来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带领我们平安地度过2020年 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祝日崇拜 也是神餐礼拜 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有欢愉的心情来到你的店中 来无论是那个 即管是透过那个空气的电波 可是我们还是能够跟弟兄姐妹一同 同心地来敬拜你 我们真的感谢你 在新的一年当中 求你更提醒我们 正如刚才所读的圣教经文一样 原来你喜悦的是敬畏你的人 还有仰望的是爱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在有生的年日当中 做敬畏你的人 也做常常仰望你的慈爱的人 是的 因为你离开那里 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没有你做我们的后盾 我们就没有平安 所以巴不得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再立志 要过敬畏神的生活 要彼此提醒 要仰望你的慈爱 新的一年也是我们教会主题 新的开词 我们巴不得在新的一年当中 尽管在过去的日子里 我们有多么多的不同意见 有多么的不同的看法 可是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学会了 怎么样比起同行 让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 能够有合一的真正 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浮现 我们记得主耶稣给我们的 那个新的命令 就是让我们彼此伤爱 为什么我们彼此伤爱呢 不就是当我们一见不相同的时候吗 不就是我们一见相处的时候吗 不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步伐的时候吗 如果我们什么都是一样的话 我们根本几乎就不需要爱了 正因为我们不相同 我们需要爱 求主给我们这份爱 只是因为我们的爱 我们能够上这个世界 证明我们是属耶稣的人 伸给我们这个教会 让我们彼此同心 而且是上下一心的 就在你的爱中 就在你的慈悦里 以致我们教会 能够集体地 为你做美好的真正 当人看见我们教会 当他们提起我们维多利亚圣道会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竖起他们的母子 说这个真的是神的教会 赏给我们有这样的心 也努力地把这个目标 变成了我们教会的生活 赏给我们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预备我们的心 好领受主的恩典 我们这样的祷告 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坐 还没有读进去之前 我想先提醒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生餐的 那个饼跟杯的 请你现在就准备了 如果你从教会 你们拿了生餐杯 饼的那个 你就准备 把那个塑胶打开 要不然呢 我们领生餐的时候 也就打不开那个饼 不能跟我们一起参举了 所以请做好准备 我们今天的进去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提醒我们要有 有诚实 经文 真言二十九章 第十四节 跟我们说 金黄凭诚实判断 穷人 他的国 必永远坚定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用诚实 去与人相处 我们的国 我们的见证 也能够永远坚定 以下去您唱诗歌的事情 交给师母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 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就是在一起 恭祝弟兄姐妹们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最重要是主恩更多 今天也是圣餐礼拜 让我们好好欣赏 我们的主耶稣 在过去的一年 怎么保守我们 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就感谢神 还有我们是很希望 未来的一年段中 我们常常仰望我们的主 依靠祂多一点 我们唱语撒这首 诗歌好不好 主在加萨 在诗歌本的一百二十一首 在主耶稣 祝福иц 星期会 听咗 太skin 如它们得世 入光问题 如它们得世 都出发 Saintanger 太 could 老去的世间 土中的 让你不清晴 在主耶稣 十字架上 我常态度仰望 今天就算我常常 为我能所希望 为我全心里的 你心满不洗凉 洗凉我心不悲伤 洗凉祖爱悲伤 我愿在四指甲上 为我顶住今生 我无先祝其他荒废 洗净祖悲伤起光 第二首诗歌是 《断主卷养仰望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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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却也有望耶稣 与君再脱去不去 作出的一世永不改变 心靠它万世无悔 爱去找它准备的祖励 全给平衡心 我爱却也有望 心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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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却也有望 心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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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却也有望 是的,我们都应该转眼 仰望主耶稣 接下来我们以奉献来服侍 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父神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能够带着那个礼物 更重要的是带着我们的生命 回活祭 呈献给你 求你越大 更求主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当中 因为我们每一天经历你的恩典 我们常常预备好 我们的礼物 我们的奉献 我们的祈生 常摆在你的面前 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名求 阿们 今天我的读经是 创世纪第六章第五到第九节 我希望等一下我们圣餐的时候 也用这个经文 教会我们比起的提醒 这个不是一般的圣餐的经文 更不是一般在新年头一个礼拜 读的经文 不过这个经文 却提醒我们 今年教会的年题 如果我们要比起同行的话 我们该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 以致我们能够把 今年教会的主题 履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实践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 好 我们先看曾经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净都死恶 耶和华就后悔 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将所有所造的人和酒兽 并昆虫 以及空中的肥料 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教他们后悔了 唯有罗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罗亚的后代记在上面 罗亚是一个艺人 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罗亚与神同行 我们就用这个经文 来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跟神的关系 神经很清楚地跟我们说 在罗亚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时候是一个罪恶很大 人的思想 净都死恶 这句话 当然不希望是我们的社交 不过 我们也得想一想 我们是过着一个分别为圣 一个成圣 一个一天比一天 更像主耶稣的生活吗 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毛病 就是说 以为我们不做坏事 这没事 可是神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知道行善 却没有行 我没有做恶 可是我没有把我知道 我应该行的善行出来的话 这就是罪 所以有可能我们什么恶事都没做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什么恶事都没做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做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在做恶了 所以我们真的不敢说 我们不会跟 那个好像罗亚的时代的人 相鞭 也许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活的生命的磨色 只是跟他们没有两样 因为我们没有讨神的喜悦 我们没有与神同行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预备领受一个饼跟杯的时候 让我们好好的省畅自己 去年 我们信耶稣这么多年当中 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我们都是一直跟神同行吗 还是我们偶尔才想起神 偶尔才跟神同行呢 求主帮助我们 罗亚时代的神给他们的控告 是他们罪恶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终日所欣赏的 不是神 而是恶 我们呢 我们终日所欣赏的 是神吗 今天是神餐礼拜 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祝恩 这个祝恩已经完成了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去这个饼跟领这个杯 只是一个纪念 今天我们提醒我们说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也上那个世界宣布说 我们在领受这个事情 这个恩惠 然后我们上弟兄姐妹 必须地承认说 我活在这个恩典当中 所以神穿的饼跟杯 没有什么神秘的能力 也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这个饼 在我祷告之后还是一个饼 在我祝福之后 这个杯还是葡萄籽 没有改变 它从来不会变成耶稣的肉 变成耶稣的血 不过我们还是领受这个饼跟杯 一方面是主耶稣吩咐 我们要这样做的 二方面是我们不敢 不提醒自己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 所以神穿是为 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所学的 如果你已经打开你的心门 接受耶稣做 你生命的主跟救主 也忠实地在每一天生命当中 跟神建立这个关系 我们欢迎你来接受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我们已经有两次没有水里了 去年的福活节 跟圣诞节都没有水里了 所以那个疫情可能影响 你接受水里的决定 不过我们祷告 今年的福活节 我们能够进行水里 请弟兄里面考虑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水里的 快点接受水里 不过无论怎么样 只要你重生得救 明白神参意义 如果你说你不明白 没问题 我礼拜一礼拜二 礼拜四礼拜五都在办公室 你可以打电话来 我们可以谈谈天 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 我跟你分享神参的意义 不过如果你不明白神参的意义 尽管你信的耶稣 信的三世还不要参举 所以只有两个条件 第一 你一定是信耶稣的人 第二 你明白这个神参的意义 如果你符合这两个要求 我们欢迎你在家里 跟我们一同领受这个饼干杯 那弟兄姐妹朋友 如果你说 我家里没有这个杯 没有这个饼 没问题 就拿一个饼干 一块饼干 拿一些葡萄籽 还是什么的果汁 都没问题 因为这个是一个纪念 这个并不是变成 耶稣的肉跟血 所以没问题的 现在好准备 好 如果拿到圣餐 教会给的提供的圣餐杯 还有 请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想 用这个杯 聚的话 你通知我们 你在办公室间 来教会拿 就行了 如果真的 我们的老人家 开车不方便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只是 我只会做 personal service 我不会派给所有人 不过 您讲的弟兄姐妹 你开车不方便 乘工车来教会 太麻烦了 不过你很想 拿这个悲剧 打电话告诉我 我送给你 好吗 这个 我们就希望 我们能够同心 我们同心 领受这个杯 保罗提醒我们 当我们去吃的饼 喝主的杯的时候 我们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我们每喝跟去的时候 就是表明我们有一个心 我们在等候主耶稣的回来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真的不能不承认 我们很多时候都很无头 我们没有好好的 让你的生命 重回我们的生命 我们没有好好的 从真橄榄树 真葡萄树上 吸取美好的智障 成为我们的生命 太多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力量 去生活 用我们的机会 去做决定 以致我们碰到灰头烂恶 我们碰到很多钉子 我犯了好多毛病 也犯了好多错误 求主 是恩 联名我们 在今年的开始 我们都愿意 在联名前的日子 我们要像 栽在溪水旁的树 我们要像 被接连在 真葡萄树上的智者 我们从底吸取 我们生命的养分 以致我们能够 在我们生命当中 解出 以要我们解出的果实 是恩给我们 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 是要比起同行 当然看起来 好像没有神的份额 可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若要比起同行 就必须与神同行 所以 尽管在字眼上 没有神这个字 可是标题的本身 就imply了 暗示了 神在我们当中 求主是恩给我们 也纪念我们 在你面前的祷告 让我们真的能够 实践 比起同行 在我们未来的生活当中 再一起求你 施恩 透过这个饼跟杯 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过一个生活 预备好我们的生命 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坐 刚才祷告的时候 已经讲了 为什么我不讲 比起同行 而讲与神同行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不与神同行 我们根本不能 比起同行 在我做那个 婚前辅导的时候 我常常跟年轻人讲 如果你们两个要伤爱 你们两个都要爱主耶稣 因为当你们两个 都爱主耶稣的时候 你们自然而然 就彼此伤爱了 逃不了的 两个都爱耶稣的人 不可能不伤爱的 可是两个人 都不爱主耶稣的话 他们不伤爱的可能性 就很大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都跟神同行 我们能够比起同行的机会 那个胜算 就高得多了 所以我采用与神同行 到往后的日子当中 采用教会的主题 比起同行 我们那个时候在讲 不过呢 在新年的开始 我们就 读刚才读的经文 好像有点杀风景 新年不是都应该讲 一些吉利的话吗 什么公司发财 然后财源广进 然后呢 什么呀 出入平安 还有什么 生意兴隆 都这些好意图的事情 为什么 一开启心灵 一开启就念 地上的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 进度是恶 这样的文字 实在是杀风景 不过不知道 弟兄姐妹 要没有留意 圣经所记载 与神同行的人 都是生活在 这样的时间 跟次贷当中的 圣经中 其实记载了 很多人与神同行 不过呢 圣经特意 起初说 与神同行的人 只有两个 这个并不等于说 其他不是与神同行的 所以我很有理由 相信 与神同行的 不过圣经没有说 圣经里 明文的说 与神同行的人 只有两个 而且两个人 都是生活在 一个很不理想的 世代当中的 罗亚 刚才我们读了 他生活在一个 世上的 怎么样说呢 地上的罪恶很大 那些人呢 中瑞所欣赏的 进度是恶 以乐呢 以乐的生平 我们圣经记载的 很少 不过从他 给他儿子取名的 取名制的 动作当中 我们就知道 他的世代 也不是什么 好的日子 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说 戏风日下 你在什么情况当中 你才会说 哎呀 人性不苦了 那对基督主来说 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说 哎呀 也真是漠视了 我们才会说 哎呀 主耶稣真的很快回来了 以乐给他的儿子 起名的名字 叫马吐撒拉 马吐撒拉的意思就是说 他死的时候 洪水就来了 你会给你儿子 起这个名字吗 这个说起来 是一个救助 就是说 这个孩子死的 小世界末日 你会这样 给你的儿子 起名字的吗 从这个名字 我们就知道 以乐的年代 以乐的日子 他住的世界 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都不好的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都不好的 这个疫情 疫苗还没有 还没有排发 他就变异了 谁知道 轮到我们打针的时候 他就变异第三次了 但我们打针 完全没用了 世界不好啊 然后呢 还有 我昨天晚上才听到 Mafay Mall 有两个confirm case 所以如果没必要 暂时先不要去Mafay Mall 我不是威严 聪听 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 不太好的世界上 不过可能也正因为 他们生活在一个 不太好的世界当中 他们才更需要的 是更加的需要的 与神同行 当人人都远离神 当所有的事都与神为敌的时候 我们就更需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更要小心 我们更要在意 要与神同行 2021年 将会是怎么样的年头 我们不知道 不过这个世界 我们的社会 正很快输得离开神 离开神的话 这个是我们清楚看见 也清楚知道的事情 上个礼拜 是上个礼拜吗 还是更早 我忘记什么时候了 想到那个美国 洛杉矶的那个 教会领寿长的话 你看你教会 都离开神的话了 你说我们社会 变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彼此的提醒 我们要坚持地 与神同行 可是可能弟兄姐妹会问 我们真的可以与神同行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一个肯定的 yes 肯定 可以 事实上与神同行 是神的心愿 弟兄姐妹还记得吗 当我们新耶稣的那一刻开始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了 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了 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动作就是意味着 神向我们表白了 祂的心意 祂愿意与我们同在 祂要与我们同行 问题是 神已经行了第一步 我们有没有行 我们相应的一步呢 我们愿意吗 圣灵已经进到我们的心里了 祂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里了 可是我们愿意与神同行吗 是的 生活越难 我们的际遇越苦 环境越险 我们就更需要与神同行 求神帮助我们 景致以乐跟乐雅 他们的日子和生活 比我们更险更难 可是他们没有忘记与神同行 所以巴不得 我们都不忘记 不过呢 如果我们真的要与神同行 我们就必须先得到 在神眼前蒙恩 这个是刚才我们读了经文的 先后期许 还记得吗 神说这个世界真的不好了 祂就后悔了 然后呢 第八节 唯有罗亚 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然后第九节才说 祂是一个完全人 祂与神同行 还记得那个先后期许吗 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 我们必须先蒙在神的眼前蒙恩 那说到蒙恩呢 我们不其人就想起玛利亚 因为呢 在我记得所记 他是圣经里面讲 第二个在神的眼前蒙恩的人 那天使跟他说 蒙大恩的人 对吗 还记得吗 那不讲他了 我改了 为什么没改 摩西在圣灵的感动底下 小心的 而且是指示的 跟我们指出了 与神同行的不拒 第一步 就是要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那我们必须记得 我们也必须记得 借力得神的喜悦 是我们每一位信徒 都应该做的事 无论我们称我们的神是天父 或是主人 这回儿女 这回卢补 我们都应该讨神的喜悦 我又没说错 我没说错 对不对 无论我们称我们的神是天父 还是称祂是主 我们都理应讨祂的喜悦 所以这个第一步 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太多的时候 我们都忘记了 摩西在圣灵的感动底下 在提醒我们 我们要与神同行 第一个要做的事 就是要蒙神的喜悦 换然之 能在神念前蒙恩 是我们所有人应该有的追求 可是什么是在神眼前蒙恩呢 我们的什么 可以让神看上我们呢 可以让神越纳我们呢 我猜我们都知道 神越纳我们的 是我们的生命跟生活 这是我们的lifestyle 神经有些时候是用的V W-A-Y 这个的V 是一个生命的形态 有些时候呢 翻译成道 道理的道 新越神经 使徒行卷 就把的V 翻译成道 不过的V 除了是讲的话以外 还有 还是一个lifestyle 一个生活的形态 这是我们生活的形态 我们的lifestyle 能够蒙神的喜悦 能够呢 也惹神的不悦了 神是因为我们的生命 跟生活开心 或是不开心 所以能够使到神开心 不开心的 不是我们的财富 不是我们的学问 不是我们的身份跟地位 而是我们的生命跟生活 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言行 我们的品格 我们都蒙神的约纳吗 在这新的一年当中 让我们好好的去省测自己 看看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 就是在2020年里 我们的生命跟生活 有没有得到神的喜悦 不过2020已经过去了 所以无论过去是成功 是失败 都已经无法缓回了 所以我只能够借用保罗的话 让我们的旺季背后 努力面前 如果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蒙神的恩典 能够得到祂的喜悦 恭喜你 巴不得 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更努力地 更多得神的喜悦 更好好的慰祝而活 如果我们没有 没问题 我们今年就立志 现在就立志 从今天开始 为主而活就好了 所以不要再 为过去难过 后悔 我们都应该把过去忘记 好好的努力面前 今年好好的为主而活 为主工作 罗亚的故事 他的生平 告诉我们 三个蒙神喜悦的秘决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罗亚怎么样 跟与神同行的 就好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以乐 怎么样 跟与神同行 因为 跟我们讲的没用 如果第一步 没有做好其他的 不用讲 讲的都没用 正如圣经没有跟我们讲 天堂是什么样 跟你讲的有什么用 对吗 所以讲来也没用 圣经里面 只是跟我们讲 天堂是个好地方 你要不要去个好地方呢 你要去 就信耶稣吧 所以 怎么样与神同行 我们不知道 圣经没有说 不过 怎么样能够蒙神的喜悦 圣经就很清楚了 我们怎么样把第一步做好呢 罗亚的生命当中 圣经给我们的记载里 告诉我们三个 蒙神喜悦的秘决 我们好好地把这三个 秘决设好 以及我们在新的年日当中 能够蒙神的喜悦 第一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听神的声音 不要少看这个 听到神的声音 不容易了 世界的声音太多了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想听的 我们听不到 听不清 因为我的老儿结婚呢 我这几天来教会呢 都带助听器 不是我的 我是这小儿子的 我可能要配了 不过呢 我就免得 有人跟我讲话 我听不到 所以我拿了 名其的助听器 带来教会 我发觉呢 带来他的助听器 有帮助 我什么声音都听见了 可是我要听的人的声音 我听不见 比如说老三明星 跟我讲话 我看着他 我知道他跟我讲话 我看着他 可是助听器 给我的声音 是所有的声音 我的脑袋 不能集中在听明星 跟我讲的话上 所以我还是听不见 所以当我去做检查的时候 我就好好地问 那些technician 看看如果我安装 那个助听器 我能不能够听到 我想听的声音 要不然那个钱就浪费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太多的声音 我听到 那一生的声音 我都听到 可是我听不出来 第十三节 第六章十三节 跟我们讲 神就对罗亚说 凡有学习的 他们的尽头已经来了 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 满了他们的墙包 我要将他们 和地一拼毁灭 那如果我们读呢 我们应该这样说 十一节到十三节 我读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墙包 神观看世界 见之败坏了 凡有学习的人 在地上都败坏了 行回 然后十三节 神就对罗亚说 这句话是 多么的随便 多么的崇荣 这好像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神跟罗亚讲话 好像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 弟兄姐妹 你还记得吗 有一些神跟 以利亚说话的时候 他怎么样是吸引 以利亚的 那个 attention 是打风了 伤疯了 地震了 有火了 然后微小的声音 跟以利亚讲话 可是在这里 讲得好像 家常便饭一样 神看见 这个很不开心 他就像罗亚讲话 这几句话 这几个字 告诉我们什么 这几个字 告诉我们 原来神 跟罗亚 好像好朋友一样的 他们可以随时讲话的 罗亚就知道 是神讲话了 所以神给罗亚 敲个电话 罗亚一拿起 听同一声 听一声 哦 神啊 是你啊 他认出来了 那所以呢 我都听了 Karo姐妹的电话 所以打起 我听 连呼吸心 我都认得出 是Karo 好朋友了 听得多了 所以都知道了 当然 我还看那个display 所以 你看见吗 神就像罗亚 就对罗亚说话 这几个字 表明了 罗亚 跟神常常讲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跟神讲话吗 我们跟神讲话 就是有缺货 看你快要缺货的时候 你就说 神啊 走啊 吃饭之前 你叫儿子 儿女要祷告 吃饭之前要祷告 你不能不祷告啊 可是如果你跟同事 吃饭的时候 你有祷告吗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跟神讲话 所以不要以为 听神的话 跟神讲话 很轻松 我们真的有坦诚说 我们做得太少 我们当中 甚至有人性的 一书好多年 没有跟神 讲过几句话 求神帮助我们 好好地记住 我们要超念 与神讲话 因为我们根本 不听神的话 也不跟神讲话 我们其他的面谈呢 所以我们要 蒙神喜悦的 第一步 最后听他的话 要跟神讲话 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有把握 能够认出 出他的声音来吗 在众多的声音当中 你能够一眼 你一听 就变运出 这个是神的声音吗 请我们都要记住 讨神喜悦的第一步 就是多与神讲话 借着读经祷告 与神沟通 借着把神的话 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 使经历神的话 如果弟兄们 要超念 听神的话 你可以看 诗篇 三十二篇 八到九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睛 在你身上 圣经你 你不可像 无知的驴马 必用脚环 忘记看这个软头 乐住它 不然就不能顺服 我们要学 不要像 无知的驴马一样 第二 罗亚信神的话 罗亚完全相信神的话 知识在哪 那个时候 他完全不明白 弟兄姐妹要记得 神像罗亚说的 是要求他做 建造一艘 四百五十七场 七十五七荒 四十五七高的 有三成的船 在那个时候 他们可能船都没见过 哪里需要有船 有神经学姐还说 那个时候没有下过雨 你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吧 不需要下雨的 因为地上面有雾翅 所以所有的植物 都靠那个木翅生活的 不需要下雨 连鱼都没下过 你坐一艘 一艘这么大的船 来干什么 不但如此 还要把世上所有的动物 都带进那个荒州里 你说这个事 不是天方一谈吗 罗亚在那个时候 能明白神的话吗 如果你是罗亚 你会信神的话吗 你会信这些话 是神的话吗 你肯定说 还听错了 肯定不是神的话 神没有这么无聊 做一条 根本不需要的船 干什么 这些与现实脱节 不合时宜的话 人人都不做 你还信吗 我们为什么要饶恕 我们的敌人 他没有和我道歉 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要顺苦丈夫 跟当传者 我们为什么要看别人 比自己长 我们为什么要宁可让步 明明是我有道理 为什么要让步 听朋友久路 为什么我不能争取 我们的权利 为什么 这些都不是 这个世界所同意的事 这些都不是 我们这个社会 所鼓起的事 这些甚至不是 每一间教会 每一个基督徒 同意的事 但我们愿意 因为这个都是神的话 圣经里面的话 要相信吗 第三 他行 他行出神的话 是的 22节说 罗亚就把神 所吩咐他的话 都行出来了 圣经说 罗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有人说 罗亚用了120年 来建造方舟 来找行所有的动物 来预备将要进入方舟里 所有的人和动物 所需的一年多的食物 你说 君行成的话容易吗 要付代价吗 不容易 要付代价 更要命的 是神没有把汉楼满面 财得无口的这个命运 从罗亚身上拿走 还记得这句话 是什么时候讲的吗 是谁讲的吗 神没有拿走这个咒诅 罗亚还要每天去谋生的 他还要处理日常的事物的 可是他把神所要求的 都醒出来了 弟兄姐妹 不要说我太忙了 我要谋生啊 我是手停口停的 然后呢 我很多道理说不行神的话 罗亚没有找什么理由 而且他又没有扩敏传 他还是要汗楼满面 才得无口 而且他有三个儿子 他们都要苦干 我们说我们信神 我们说我们信得过神的话 是真的吗 我们已经知道神的话 神的要求 我们已经知道的 我露了地 我们已经知道的 神的话 神的要求 我们都冲醒了吗 正言三章五到七节 都是我们很熟的 求神用几个经文 美丽我们 愿意信 而且行神的话 你要装心仰奈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聪明 而智慧 要敬会耶和华 远离二世 与神同行 是的 如果我们要得神的悦纳 我们就必须听他的声音 信他的话 而且尊行 遵行他的话 维多利亚 圣诞会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记住 主回来的日子很近 让我们赶紧 争取得着神的喜悦 好好地超念 学习 并聆听神的声音 相信神的话 并尊行他的旨意 如果我们要 踏成 彼此同行 我们就必须 自己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的第一步 就是蒙神的事业 罢不得 我们同心的来超念 听神的话 信神的话 然后行神的话 请一同这样的 我们就结束这个祷告 学听福祉 是恩帮助我们 让我们向罗亚来学习 他以 单纯的信心 清洁的良心 来听你的话 信你的话 同时 行出你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 所有人都能够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若要得神的喜悦 我们必须信有神 谢谢祂 赏赐 然后寻求祂的人 怕不得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心灵当中的例子 是的 我们很愿意 与弟兄姐妹同行 可是我今天的 讲道提醒我们 我们必须 超念 我们每一个人 与神同行 信给我们 也越纳 应允我们的祷告 我们散开的时候 也求求保守我们的舱部 在新的应允当中 让我们一步 每一步都能够 经历神的恩典 都享受神的同财 更远我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父上帝的爱 圣灵的感动 与招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我们同心末导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好 再次恭祝弟兄弟们新年快乐 一个月之后我们又过农地新年了 我们又再过第二个新年了 我也怎么样都好 希望在新年一年当中 我们都能够更亲密地与神同行 好 祝福给你们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